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一聊这些虫子 首先让我们先来见识见识它们 好 我们来看大屏幕 来 朋友们猜一猜 我看那个是蚂蚁 这个是蟑螂嘛 可恨 是吧 这个恶心死了 恶心死了 是 我看也是蚂蚁 那个有几个不太熟悉 就只能认出蚂蚁和蟑螂 只能认出蚂蚁 好 云锦呢 我特别好奇 这最下边这毛毛的 这是什么 我就猜不出来 毛毛的 最左边那个应该是 左下方那应该是 假虫什么的吧 老脸 它们认出来的 我也认得出来 现在就是右下角 右上角 最底下中间和左上角 那可能是个蛾子吧 这几个蚊蚁 还有左下角 这什么东西 这分不出来 这些小虫子 既熟悉又陌生 那么这些虫子 与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今天的专家 我们欢迎来自 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曾小鹏主任 欢迎 曾主任 主任您好 欢迎您 主任您好 你好 曾主任你看刚才 我们已经给大家 看到了这些剪影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角 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角呢 是各种虫子 那么大家知道呢 世界上啊 各种各样的虫子的种类 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 昆虫钢 株形钢 这样一些节肢动物 大概有上百万种 占到了整个生物种类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以这个数量非常庞大 当然这些虫子呢 里面的大部分呢 都是异虫 但是呢 也有不少是害虫 那么这些害虫呢 给我们的生活呢 带来了很多困扰 当然也给我们健康呢 带来了很多的隐患 那么这里面呢 由这些虫子 带来这些疾病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虫媒传染病 大概呢 世界卫生组织 做有个统计 大概这些虫媒传染病 占了我们整个 传染病的百分之十七 每年呢 死于这些虫媒传染病的人口呢 大概达到了七十万以上 所以呢 它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当然除了传病以外呢 事实上这些害虫呢 也可以造成 我们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损失 比如说一些粮食害虫 造成粮食的减产 那么同时呢 一些白蚁 会造成建筑的一些损坏 那么这样一些危害呢 应该说是都非常严重的 也给我们的生活呢 造成了很多的烦恼 所以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虫子呢 会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健康呢 造成很多的影响啊 我们来看这些虫子都会传染 很多的疾病啊 所以呢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将为大家呢 来呈现出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啊 我们要来一个灭虫知识的大作战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竞技环节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题 文字最爱叮咬什么血型 A A型 B O型 C和血型无关 请大家呢 把自己心中的答案呢 写在我们的题板上 好了 来 请亮 题板 哎呀 这个题板是五花八门 A B C O 不是 阿姨 您这O是怎么回事 O型血 因为 O家 O型血 O型血 B 您选的是B O型是吧 B O型 我们家老头是O型血 所以每次一有蚊子先咬他 我就在边给他扇扇子 等着睡觉 我就没事 这些满满的秀恩爱 所以我就感觉是O型血 安咬 叔叔 选择C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呀 这个文字他不应该根据血型 因为他无法判断是什么血型的人 哦 对 只要是人 他就肯定要是 对 对 很有道理的样子啊 来云锦A为什么 我跟阿姨的理由差不多 我先生和我女儿都是A型血 然后总咬他们 有他们俩在我就安全了 所以我选A型 你什么型 我O型 哦 那你们家那个文字认A型 认A型 我们家的文字是认O型 他俩的文字不一样 还有耗哪一口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们家我爱人跟我儿子特别爱被咬 他们俩都是O型的 所以我选的是B 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的样子啊 我们首先这样好不好 先请曾主任给公布答案好不好 一直流行着血型说 其实还有血田说 其实呢 现在的研究证明呢 文字叮咬人啊 跟血型没什么关系 哦 说A型能不容易招 说O型能不容易招 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那个答案 哦 或者说没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研究的结果 所以呢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讲呢 应该说文字叮咬跟血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C C 就叔叔一个人答对了 对对对 叔叔叔你开门红啊 开门红啊 别吧 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啊 好的你看 还是叔叔经验丰富啊 刚才几位嘉宾啊 都提到了这个文字给大家带来的烦恼 包括提到了很深的体会 被这种叮咬 骚扰 吸血的这种经历 大家都有过 那么事实上呢 文字所传播的疾病呢 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 每年由文字所造成的这个瘧气的 得病的人口啊 达到了两个亿 两个亿 两个亿 每年呢 死于瘧气的人呢 达到了六十万 那么也有个统计 在非洲 几乎每一分钟 就有一个儿童死于瘧气 那么其实大家也熟悉登革热 这几年登革热 包括在东南亚 在南美 登革热都很厉害 包括在我们国家南方 像广东 这几年登革热也非常厉害 那么全球呢 大概有二十五亿的人口 受到了登革热的威胁 所以呢 这个危害呢 应该说是 从文字来讲 传播的疾病来讲呢 应该说是危害非常大 所以我们也有个说法 说文字是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说 文字所传播的疾病 给人类的健康 和造成的死亡 它的危害都是最大的 所以之前呢 知道这个文字会传播病毒 但是听过您刚才这么介绍之后呢 就感觉到真的是触目惊心的 这个数字太庞大了 而且带来的危害 确实也是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们要引起 这个足够的重视了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吸血的文字是A 熊文字 B 瓷文字 C 瓷熊都有 好 来 请作答 好 请亮题板 这个结果出奇地统一 我们先来说说不同意见 阿姨 因为我觉得瓷文字是母文字 是 这我们知道 阿姨 母文字呢 它要吸收营养 所以它就要吸血 要怀小宝宝 对 我觉得瓷熊都会 要不然不可能 十分钟之内摇我五个包 它吃不了那么多 这轮番上的是吗 它肯定好几只同时来的 那你就供母都够像了 好 这道题我觉得 可能要现场翻车 来 问一下曾主任 其实呢 蚊子呢 吸血的蚊子呢 都是母蚊子 你瞧 但为什么瓷文要吸血呢 主要是为了繁殖后代的需要 我们先给阿姨鼓鼓掌 好不好 其实刚才大家还提到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熊蚊子和瓷文字 我们露眼能不能分辨 其实我们露眼 是能够分辨的 而且非常好分辨 那么大家知道 云谦有句话 叫秋后的蚊子嘴开花 对 如果你看见一只蚊子 趴在墙上 你观察的话 如果头上只有一根针的 那是母蚊子 如果说头上有两个羽毛状的 那是熊蚊子 那熊蚊子呢 是不叮人的 母蚊子是要叮人吸血的 那么秋天 为什么熊蚊子会出现的呢 那么是因为 外面温度低了以后呢 外面熊蚊子 飞到室内来了 所以呢 老百姓就觉得呢 到了秋天以后 是不是因为天气变冷了 形态发生变化了 实际上呢 是熊蚊子进到室内来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室内看见 头上有两个羽毛状的 那是熊蚊子 那是不会叮人的 在你身上叮的 那肯定是母蚊子 它不会是熊蚊子 它对我们不感兴趣 它不感兴趣 就是那么熊蚊子 大家可能会问 熊蚊子吃什么 喝什么 对啊 那么其实熊蚊子呢 主要是在外面 比如说植物里面 有些植物液 植物液里面有一点 那个含糖的成分 它就可以生存了 这么说熊蚊子 我们北京机空实验室 养蚊子 怎么养的 熊蚊子和磁蚊子 怎么来养的 我们只要有5%的葡萄糖 它就能够存活了 但是磁蚊子 如果说需要繁殖的话 就得让它吸血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请大家 来看一段视频 就是看一下蚊子 是如何来吸血 如何来传播病毒的 我们来看大屏幕 其实刚才讲了 说蚊子是一根针 实际上呢 这一根针里面呢 含有六根针 分解成六根针 它中间两根是什么呢 一个是叫食道管 一个叫唾越管 同时呢 它有两根叫上额下额 上额呢 是两根什么呢 刺血的针 它把你的皮肤给你扎破 下额呢 是剧脂胀的 它可以把皮肤切割 切割完了以后 就用食道管 唾越管扎进去 那么唾越管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分泌 一些抗拧血的成分 同时呢 分泌我们叫麻醉剂 就让你感觉不到 被它叮咬了 同时呢 防止血液的这个凝固 这样呢 食道管呢 就把血液呢 吸上来了 当然在唾越管 在把这些抗拧血的成分 一些麻醉的成分 一些酶的成分 那么注入到人体的时候呢 那么一些病毒 也带进来了 所以呢 蚊子是怎么传播病毒的呢 那么主要是通过它的唾越线 把一些病毒注入到人体里面 所以引起人得病 哇 终于非常完整地理解了 这个蚊子是如何来吸血 如何来传播病毒的 好 长知识了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蚊子最喜欢哪类人 老人 女性 胖的朋友 好的 接下来我们请云锦 请开始你的表演 好 我是一只蚊子 好 你的理由是 我的理由是 就我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女人都香香的 我觉得好像蚊子 对这个香水的味道 好像会比较敏感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会比较喜欢 叮女人 这不行 这太瘦 没肉没血 这都站不住 这脑袋上 得了 我就这儿吧 这儿 为什么 这还有为什么 我们家我最胖 给我咬够了 她们喂饱了 怎么着 你嫂子跟你侄子 她也比我瘦 基本上就不要她们了 来 我们请阿姨 你看看这蚊子来了 我们家那老头 她在楼下站一会儿 她在腿上咬一六包 就咬她了 来 叔叔 我是一个小小的蚊子 我来了 我先观察观察 看谁的口词 这个好 我就选她了 来一口 过去啊 这一大口 好香的 好 叔叔 可以了 可以了 叔叔 无法自发 无法自发 此处应有掌声 对 叔叔感觉像在说评书一样 对 那么经过大家生动的表演呢 心中已经有 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了 我们首先要请曾主任 来评判一下啊 他们谁说的对啊 对 选胖人是对的 仙鼓鼓掌 好 其实大家一直很感兴趣 到底什么人招蚊子 什么人不招蚊子 那么科学家其实也很感兴趣 那么现在的研究呢 已经证明了 第一个呢 就是呼出二氧化碳 比较多的人 那么对蚊子是有吸引力的 也就是说二氧化碳 对蚊子是有吸引力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体温比较高 爱出汗 那么新陈代谢比较快的 这一类人呢 那么往往呢 容易招蚊子 那么一般胖的 体胖的人呢 往往爱出汗 体温也比较高 新陈代谢呢 可能也比较快 呼出的二氧化碳 比较多 所以相对来讲呢 那么体胖的人呢 更容易招致蚊子的攻击 叮咬 好的 蚊子 蟑螂 蚂蚁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小虫子 不仅给我们生活带来了 许多的烦恼和困扰 而且它们还会携带和传播 许多病毒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 对付这些脑人的虫子 大家对它们是否有足够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呢 请继续跟随我们的节目 参加灭虫知识大笔拼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蟑螂最爱吃什么 A 饼干 B 米饭 C 纸张 来 谁先来 来 云姐你先来 你瞧 他吃什么呢 吃什么呢 好 饼干 我觉得他吃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吧 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不是盐 味精 咸盐 甜的糖分什么的 一般这种虫子都爱吃这个 就是比较丰富 对 而且这个你想想 你在家里边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是吧 看见是咔咔咔吃两个 然后撒点渣渣在地上 对 对吧 拉在哪儿 拉在那个饼干盒里边 这不就给蟑螂 给了承虚而入的机会吗 对 我选他 来 下一位 我来 我刚说这蟑螂啊 是特别的馋 我也觉得他喜欢吃这个东西 因为什么呀 我有一次住院 人家给我送了好多点心 什么有桃酥啊 有月饼啊 那种甜的食物 觉得我爱吃这小东西啊 完了就早上起来 我一看蟑螂啊 就爬到我那点心上了 所以我觉得他喜欢吃这个 又有油 又有糖 嗯 香啊 香味儿大 嗯 所以这蟑螂肯定是爱吃这个 好的 连续 哎呦 哎呦 哎哎哎 吃什么呢 吃 吃纸 吃米饭 找谁 哎 吃米饭 因为这蟑螂 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馋 为什么胖人 他就老胖 因为他吃什么都香 哎 他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所以他很普及 嗯 他的生命运还这样 他要天天就想吃香的喝辣的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张老 嗯 就是得一口米饭 米饭家家户户户都得吃啊 嗯 是不是 您吃饱了 他有一口吃的 他就活下来了 他就繁衍后代了 好 来说说 这个纸呀 这个纸呀 我觉得不一定吃 因为啥呢 有米饭的情况下 他是绝对不会吃纸的 所以我判断的是 他吃米饭 那么究竟蟑螂是爱吃饼干 还是爱吃米饭 还是爱吃纸呢 我们要请教 曾主任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呃 我也用这个移动蟑螂 给他遥控一下啊 嗯 有有有有有有有 哎 哎 哎 阿姨咱俩 这是正确答案是吗 对 因为大家可能注意看一下题目啊 嗯 叫最爱吃什么 最爱吃什么 对 不是说吃什么 嗯 那么其实呢 蟑螂最爱吃香甜的 嗯 包括油性比较大的 嗯 所以呢 他最爱吃的应该是A 饼干 像饼干蛋糕这一类 都是蟑螂的最爱 哦 当然蟑螂也喜欢吃油 油性比较大的东西 那么南方呢 把蟑螂 特别是那美洲大连叫什么 叫偷幽婆 哦 叫偷幽婆 哦 所以这是蟑螂呢 最喜欢吃的 当然严格地说 大家提到了米饭和纸张 其实呢 它都能吃 蟑螂呢 是一个杂食性的昆虫 嗯 而且呢 蟑螂的胃非常的强大 嗯 吃麻麻香 吃什么都行 说 有的人说我办公室 我也没食物 蟑螂为什么还在我办公室 能够生存 它吃什么 其实它可以吃纸张 哦 所以大家知道 蟑螂也是档案海虫 嗯 所以在档案馆图书馆 嗯 那么我们把蟑螂呢 也列为档案海虫 要专门作为防范 嗯 包括我们办公室有胶水 胶水它也能吃 嗯 肥皂它也吃 啊 啊 它肥皂也能吃 所以蟑螂的这种消化能力 非常强 同时呢 蟑螂赖饥饿的能力 也非常强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大蟑螂 每周大连 磁性的每周大连 嗯 如果在保障有水的情况下 嗯 有水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它可以存活三个月 哦 哇 所以它的赖饥饥饿的能力 比较强 同时呢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扎实性的 嗯 所以呢 蟑螂的生存能力很强 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它的这种 消化能力 扎实性上面 哦 原来是这样 其实最主要的呢 它还有一些危害 嗯 那么比如说它第一个 它能够传播一些疾病 嗯 蟑螂呢 跟前面我们讲的蚊子不一样 那么蟑螂呢 主要是机械性的携带 嗯 也就是它身上 可它的消化道里面 可能呢 会沾染一些细菌 病菌 那么现在统计呢 蟑螂身上所携带的致病菌呢 大概有几十种 哎呦 归纳起来呢 分这么几大类 第一类是细菌这一类 嗯 比如说绿龙杆菌 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嗯 等等 这样一些肠道的致病菌 嗯 那么第二呢 它可能有一些病毒 嗯 比如说肝炎病毒 嗯 它身上也检出过 第三个呢 它还有一些真菌 比如说我们的黄蛆梅菌 嗯 在蟑螂身上也能检出来 嗯 还有 它还能携带蛔虫 这样一些寄生虫卵 嗯 所以蟑螂的这个携带 这些致病菌呢 如果我们接触了 它爬过的食物 如果我们吃完以后呢 就会引起一些消化道的 嗯 或者一些其他的疾病 所以蟑螂的第一个危害呢 主要表现在 它传播一些疾病 嗯 机械性携带一些病菌 嗯 第二个可能大家不太熟知的 蟑螂其实还能引起 过敏性反应 不知道 嗯 大家知不知道 那么蟑螂的分泌物 排泄物 包括它的呕吐物 甚至蟑螂爬过的食物 你吃完以后 嗯 甚至蟑螂的尸体 所形成的肝粉 嗯 如果接触过以后 很多人都会引起一些 过敏性的鼻炎 甚至哮喘 所以如果我们到医院 去检查 你一些过敏性反应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嗯 它的传染源的时候呢 有一项内容 看看是不是蟑螂 那么再有一个呢 蟑螂呢 在很多一些电器设备里面 经常会支撑 那么如果在航空器 包括在我们高铁 一些机密仪器里面 嗯 如果有蟑螂出现的话 那么很可能呢 就会造成安全的隐患 比如说出现了短路 甚至引起一些火灾事故 我想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工作呢 蟑螂呢 都能给我们呢 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或者说困扰 嗯 所以真的 我们要 嗯 与蟑螂搏斗吧 必须要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了解蟑螂 这样我们才能去对付它啊 避免这种病毒细菌的传播 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啊 也很有意思啊 蟑螂会进耳朵吗 A会 B不会 好 请亮提板 好 有三位朋友都说了 会的 会进耳朵的 只有叔叔一个人说 不会进耳朵 叔叔 您哪来的这个信心啊 怎么能进耳朵呢 他必须通过 这皮肤 这个脸 才能进耳朵 一道都刺闹了 人马上就发掘了 把他弹掉了 嗯 好的 我们来听一听连续 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之所以怕蟑螂 嗯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 刻骨铭心的经历 怎么伤害你了 钻你耳朵里了 不是钻我 钻我耳朵里 我更不行了 嗯 我们初中同学 瘦高个 男孩 上诊上诊课呢 突然举手 老师 就老师那讲诊课呢 因为他平常 特别不爱说话 不起眼这孩子 老师 还没等老师让他说话 他就已经站起来了 老师刚刚说 你什么事说完了 他就啊呀 嚷嚷一声 马上又趴在桌子上了 呦 就捂着耳朵 啊就那么疼 后来老师也傻了 就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学 带他去医院了 嗯 后来经检查 就是蟑螂 钻进了耳朵眼里 哎呦 而且把耳膜给咬破了 哎呦 穿口是吗 真厉害啊 对 从此我对这种蟑螂 真是就是见着他就哆嗦 我生怕他能钻到 我的那个眼里头 你知道吧 太吓人了 蟑螂究竟会不会 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呢 我们要请曾主任 给出最科学的答案 确实呢 蟑螂是可以钻进耳朵里面的 天啊 那么事实上也发生过 包括我本人 也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 不是吗 就是北京有一股老百姓 家里蟑螂特别多 那么我们到他们家里 去灭蟑螂 它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般意义上 厨房 卫生间都有蟑螂 厨柜里面到处都是 几十只 上百只 它家多到什么的 连厨房里面 包括卧室里面 床垫子下面都是蟑螂 我一身鸡皮疙瘩 对 蟑螂是不堪其老 所以我们从它家里面 杀出了三千多只蟑螂 三千多只蟑螂 那么其中呢 它小孩就是蟑螂呢 钻到它小孩的耳朵里面了 就是刚才北京最常见的 小蟑螂 对 我们北京最常见的 或者说我们国家 现在城市里面 最常见的那种德国小莲 德国小莲的绿虫 就它的幼虫 我们专业上不叫幼虫 叫绿虫 它的绿虫呢 就是小个子蟑螂呢 就钻到孩子的耳朵里面 为什么 它晚上睡觉 在床上 床垫子里面 床的缝隙里面 到处都是蟑螂 所以晚上呢 就钻到这个 孩子的耳朵里面去了 就孩子就闹腾 不知道是什么 开始不知道 最后呢 把孩子送到医院 大夫呢 从到耳朵里面呢 把蟑螂给去掉 所以呢 就是蟑螂 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特别是在我们卧室里面 如果有蟑螂的话 那么蟑螂 是很可能 会进到耳朵里面去的 除了蚊子蟑螂之外 生活中 蚂蚁 也是一种 很常见的小虫子 不仅是在户外 大家都能见到 各种小蚂蚁 甚至在我们的家里 蚂蚁也常常是 我们厨房 餐厅里的不速之客 那么小小的蚂蚁 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要给大家呢 出几个小问题 来考考大家 蚂蚁会携带病菌吗 我们写会或者不会 先表明您的观点 因为你刚才看了一个图上 那个蚂蚁还是 其实是有触角 那你说它有了 这个病毒的话 一定会 比如说爬到我的食物上 那我在吃了以后 我就肯定会感染这个细菌 所以我会觉得 它一定会携带这个细菌的 说得很有道理 连续是什么样的自性 因为我觉得 试上还有很多蚂蚁制品 是 比如中药里头好像 炮酒的 等等的 还有一些 所谓的什么营养素 什么之类的 说都对身体好 它要是有那么多细菌 咱们还吃它干嘛呀 好吧 你改不改吧 越来越摸不着边 越来越找不着头绪了 那么究竟蚂蚁会不会呢 曾主任 那么其实呢 中药小家喻呢 第一个呢 就是它主要带来的一个危害呢 它就是 因为它有点像蟑螂 那么它可以机械性地 携带一些致病菌 那么比如说 在它身上可以剪出 绿龙杆菌 大肠杆菌 那么力气杆菌 等等一些 可以引起我们肠道传染病的 这样一些致病菌 比如说 它爬过的食物 如果我们吃了以后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 肠道疾病的发生 同时呢 它也会叮咬 骚扰人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中药小家喻呢 在也定义为呢 家居的一种卫生害虫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蚂蚁 在什么季节 比较活跃 好 请亮 答案 春夏秋三季 就是没有冬季 说说自己的理由 我们从阿姨先来 好不好 我觉得为什么在春季呢 因为开春金折 金折万物复苏了 所有的动画都在动 第一个小虫啊 鸡鸟啊都在活动了 所以呢 我觉得蚂蚁呢 也开始出了找神了 特别有道理 阿姨 叔叔呢 您的夏季是怎么回事 我是夏季被咬的 所以说我觉得夏季 它比较旺盛 它比较跑的 就活动量比较大 跑得快 所以说它应该是在夏季 我这太有切身感受了 这每年尤其是到鼠服的时候 又潮又闷的时候 这蚂蚁就集体出动了 所以我认定是夏季 好 我第一次在我们家 发现这蚂蚁的时候 就是在秋季 我第一次发现 是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都快要生我儿子 因为我儿子是冬天出生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对家里面 这个家居环境 是特别在意的 那时候就发现蚂蚁 我就挺闹心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记忆犹新 就记得它应该是在秋季 好的 曾主任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究竟我们这些小蚂蚁 在什么季节会比较活跃呢 理论上来讲 一般来讲 蚂蚁其实一年四季 都能活动 这样 但是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 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所以应该说夏季 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哦 明白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我也特别想知道 被蚂蚁咬了怎么办呢 好 来 请亮答案 哎 阿姨不处理 不处理 我觉得没什么事 不是 阿姨咬一下 你老用的那种方式 来 吐一点吐沫 是不是呀 再抹一抹 那个叫不是药啊 那个叫 那个不是化学处理 那叫物理处理了 因为我觉得养一下 没事 葫芦葫芦就过去了 不处理啊 不管它 唐叔叔啊 您为什么选择清凉油啊 这又不是蚊子丁的包 虽然不是蚊子丁的 但是它也是一样的痒啊 对吧 这个清凉油呢 它是止痒的作用 另外呢 清凉油 我觉得它有消炎的作用 哦 所以说反正抹上以后 比较舒服 我用花露水 其实跟唐叔的那个理由差不多嘛 也是第一 第一啊 它清凉一下 止一下痒 第二有点香味呢 让自己的心情缓和一下 分散一下注意力 就别再关注这个了 基本上就这样 我跟你讲啊 我们家这个点斧酒精 是常备的一个物品 就是你会觉得 它特别特别快地 能消肿消炎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呢 究竟如何正确地处理呢 曾主任 其实被蚂蚁咬了以后呢 最好还是要做一些处理 那么处理呢 最好呢 就是消炎 止痒 这两种方式 所以呢 用点符 包括用清凉油 用花露水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还是要做处理 还是要处理啊 千万不能不管它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我们要想对付蚂蚁啊 我们要了解它 看看它喜欢吃什么 所以你看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道具啊 那这个比赛规则是什么呢 曾主任 是这样 那么讲到蚂蚁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大家可能在生活里面 都观察到了 就是我们的家居环境里面 一定有蚂蚁喜欢吃的东西 这里面呢 规则呢 就要问各位嘉宾了 蚂蚁究竟最喜欢 或者说比较喜欢吃哪些食物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列举了六种 那么请大家呢 选四种 如果选对了四种 那就说明你过关了 好的 我们请四位嘉宾一一上台 来进行选择啊 请亮答案 我今天选了这个水果 鱼虾和油 这几个都是厨房里面 刚才曾主任也说了 他特别爱往厨房里面跑 40%的这个小家乙 都会在这里面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厨房里面 经常会出现的食物呀 我自己也本能的 我的概念也是 这蚂蚁有时候 它是从地里边爬出来的 从墙缝里边爬出来的 它还是出于土里边的 不是在厨房里边 自己繁衍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呢 跟这还是应该有关系 鱼和虾 因为它出来以后 它啃馒头 掉一小馒头汁它也吃 鱼和虾那些小肉 小什么的 它也往上爬 所以我觉得呢 它也吃 就是说它从哪出来的 我感觉有可能是 从这里边出来的 因为我在卫生间 不是被咬了吗 还是在厕所 所以说它肯定是在卫生间出现了 那卫生间肯定 主要是尿液吧 以虾尿液里也可能有它爱吃的东西 我就说我这几个 你看馒头你饭 这叫碳水化合物 一切这个生物都需要这个 那还有蛋白质呢 对 这个不是 鱼 你看鱼虾 水果 还有这个油和调料 它有一共同的问题 共同的问题 你讲什么 蚂蚁厨房 不是 它很香 这个是腥 当然其实可能也是一种香 好 这个要选对四个 可真不容易啊 您先来公布答案好不好 我们看谁选 除了尿液和花盆以外 选了另外四种 那就是对的 对的答案 好 我们要请曾主任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连续选择的是正确的呢 是这样 蚂蚁呢 本身呢 它是一个杂实性的 严格是说呢 它荤的 树的 它都吃 那么比如说荤的 它可以吃什么呢 肉 香肠 鸡蛋 这一类它都吃 那么这里面其中呢 它特别喜欢的动物的尸体 比如说土鳖的尸体 那么苍蝇的尸体 蟹蟀的尸体 这个是蚂蚁最喜欢的 那么植物呢也是 我刚才吃荤了 它树也吃 比如说一些水果 西瓜皮 那么苹果的核 那么其他的一些梨核等等 这些水果呢 它也挺爱吃 但是归结起来呢 蚂蚁最喜欢吃什么呢 喜欢高糖和高蛋白的食物 一些香的食物 好 如果说蚂蚁 蟑螂 蚊子 都是大家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小虫子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两种虫子 你们认识吗 大家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吗 是这样 这个大家刚才看见的两个虫子呢 一个叫黑皮肚 一个叫鱼鱼 应该说是最常见的 家里最常见的衣物的蛀虫 或者说纺织品的害虫 那么它一般的 比如说鱼鱼呢 一般是在各种缝隙里面待着 平时 那么只要有植物的衣物的话呢 它一般在衣物里面的产卵 那么黑皮肚也一样 这两个虫子呢 大家可能要有一个特点 它们危害医物来注视医物 那么比如说黑皮肚的幼虫 黑皮肚的幼虫红褐色 大概七到九个毫米长 然后你观察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拿到毛衣啊 你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那个虫子尾部有一束长毛 那么一羽也是 后面都有一束长毛 那么它主要呢 把它的卵 铲在你的衣物上面 铲在这个 比如说羊毛上面 那么在那儿铲卵以后呢 那么它的幼虫呢 主要靠取食 这个衣物 织物来存活 来不断地来长大 它们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鱼鱼也是这样 当然鱼鱼成虫以后呢 就变成鹅子 它就飞走了 这么一个阶段 鱼鱼是鹅子的幼虫 对 是鹅子的幼虫 这我们就熟悉了 这鱼鱼呢 也是所谓的鹅子的一种啊 鱼鱼呢 它是幼虫 现在大家看到呢 是它的幼虫的阶段 原来如此 所以这两个虫子呢 其实都是幼虫来注食衣物 当然其实讲到鱼鱼呢 它除了注食这个衣物以外 其实鱼鱼还挺有名 它有一个外号 叫什么呢 小书痴 痴迷的痴 它是一种非常有名的 档案海虫 所以一些档案馆 一些古记啊 书籍啊 都是由鱼鱼来注食的 所以它对纸张 它也能注食 最有文化的虫子 有文化的虫子 非常幸福 非常好 蠻普文化的 所以古代呢 有一个说法 就为了防止鱼鱼啊 所以古代经常有个叫 六月六赛书 叫六月六赛书节 或者六月六喜赛节 那么也就在夏至的时候 才进行呢 为了防虫 那么采取这样一个措施 所以你看 这个长相很不讨喜 一个长得跟煤气罐似的 一个长得跟鞋靶子似的 但是他们出来 对于我们的这一些 可能价格很贵的啊 这些衣服呢 会不停地去破坏 同时也会破坏我们的档案啊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道题啊 来考考大家 猪虫最喜欢吃哪种衣服啊 第一种是唇棉类 第二种化纤类 第三种是丝绸类 第四种是唇毛类 好 请公布答案 来 我们看看 哎呦 这五花八门的 我们来看看连续 说的唇棉类 你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唇棉类比较单纯 你看唇毛当然也是唇的 羊毛啊什么的 但是那是属于荤的 你说你不是最爱吃荤的吗 那我爱吃荤的 爱吃羊毛的 它那小虫子就得来点素的 唇棉类的呀 对吧 好 来 小林 我记得呀 就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内蒙 内蒙呢 因为冷 就很多人家是要铺地毯的 你知道吗 就我妈就从小打小就说 这地毯是唇毛的 就怕这个虫子咬 所以底下就 这个底下要铺什么爱草啊 就洗那个爱叶 要铺一层那个 有时候还放点张脑球什么类的 就怕虫子给蛀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虫子 应该爱吃唇毛类的 看你后面 绝对地支持你 因为我啊深有体会 你看 又有阴影的方法 那会儿买一件羊肉山 真的挺贵 后来那天呢我去 我说买一件吧 狠狠心买一件 特别喜欢 穿了几天呢 就放起来 天就暖和了 就放起来了 新买了个柜子 就放在柜子里了 结果以后 等第二年再一穿一打扣 这两 这胸前两边全是窟窿 没法穿出去了 后来把我心疼的呀 真是不得了 你们看看我这毛衣 到现在我还带来了 哎呦 带来了 真好看 好看不好看 现在还有窟窿吗 哎呦 没了 看看这个大窟窿 真是柱虫了 它不是咱们自然的 它那个薄的 短的 也不是那种寡断的 它是自己 你看 自己弄成了 哎呦 这多可气 多可气呀 你看看 那究竟 我们的这些小柱虫们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 这种衣服的材质呢 曾主任 其实呢 刚才大家 各位嘉宾都答对了 其实就是柱虫呢 主要是注视一些 纯天然的 包括纯羊毛的 包括尼龙的 包括一些皮毛 包括丝绸 除了这个画纤类的以外 其他三类呢 那么柱虫都会注视 那么所以呢 对于如果家里有这种 纯天然的 纯毛的 丝绸的 纯棉类的 包括羊龙的 这一类东西呢 我们都要呢 做好防柱 否则的话 就像阿姨说的 非常可惜 那柱虫呢 可能对纯棉类 丝绸类 纯毛类感兴趣 对化纤类 为什么不感兴趣呢 大家知道 那么化纤类呢 实际上是由 石油的负数产品 提炼出来的 那么化纤类的 这个产品里面 并没有 柱虫所需要的 比如说淀粉 糖 和一些蛋白质 所以呢 化纤类的呢 应该说 对这个柱虫来讲呢 没有任何营养成分 所以它不会去注视 或者化纤类的物质 太好了 今天真的是长真势 那明天同一时间 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健康之路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再见